在九月十一的层层 有一位女孩男生在 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 只好带走来 她的妈妈早已离开 爸爸又终于可追回来 为她的精神略来 就算爱不起后来 是你的心灵陪伴着她孤独长大 也许她从来不懂什么是爱 我就是要求你的女孩 我还有我的梦和未来 天赋的介入让我明白 在海里没有失败 我喜欢做九点一个女孩 每一天都有天赋的同在 因为她的关书与爱 让我只有一时会 在九月十一的夜晚 像雨干扰 没有人分享 让我默默想象的几号 设下你的愿望 有你的声音不忘 她要把我现在 只能永远去爱 不怕受伤害 我就是要求你的女孩 我还有我的梦和未来 天赋的介入让我明白 在海里没有失败 我喜欢做九点一个女孩 每一天都有天赋的同在 因为她的关书与爱 有自由 也释怀 在我人生里面 我刚才说过 我想我只有两个人生目标 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 离开家和妈妈 端着父女关系 第二条路 我打算和我爸爸 同归于尽 但是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当我选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在我的道路 他欢迎我 给我走 偶尔大基督 我第三条路 是这样的走法 小舍的交易 等你来 我还有我的梦和未来 天赋的介入让我明白 在海里没有失败 我喜欢做九点 在海里没有失败 每天都要绝不来 因为他的关书与爱 让我持有 一世外 富裁 永远 永远 从 下来 有 看 天赋 高 Space 有 Our 生 從長遠的思念回待 從長遠的心已經靠近 寫著往後的存在 隨天我的祈禱到現在 這個結局正不正啊? 正! 你掌聲人生好不好? 好! 當我信耶穌之後 耶穌給我三個方法 很簡單很快說完 就是什麼呢? 當我認識神之後 耶穌在聖經裡面 讓我看到一段的聖經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相信這句聖經 請你拍攝 可能現在你信耶穌 家裡還未改變 當時我一個人信耶穌的呼求主 主要求你連問我家 連問我爸爸 連問我妹妹 連問我姐姐 一祈禱的時候 我姐姐離家出走 但當我姐姐離家出走的時候 竟然搬去那個朋友 我記得那個朋友 不是基督徒 而這個朋友 竟然租了房間 給一個基督徒的女生 在這裡住 這個女生知道我姐姐身世這麼可憐 趕快帶她回教會 帶她信耶穌 然後我姐姐信了耶穌之後 回你家看我 見到我讀聖經 見到我在這裡 很開心地跟她分享神的愛 然後我姐姐說 其實我今天回來 很想帶你回教會 帶你認識神 根本就很忍不住 我走到姐姐面前 把我身份揭露 給她知道 我說姐姐 其實我何嘗 我不是基督徒呢 給你掌聲 我們今天會來 我姐姐 就這樣 認識神 跟著我妹妹 都很快認識神 然後我們三姐妹一起 本來揍爸爸 快點死 我們三姐妹一隻鬼 在家裡為爸爸祈禱 跟著我們在十年 基督老公之後 十年裡面 我們全家人信耶穌 包括我爸爸 結果我爸爸在醫院裡面 信耶穌醫生說 他沒得救了 你們預備生後事 我就非常祈禱 結果我爸爸在心治治療部 權自相信耶穌 然後我爸爸繼續 我們繼續為了祈禱 我們很想去回教會 結果回教會的時候 我爸爸很感動 我爸爸是好起來 他沒有死 他還好起來 回教會 跟我們一起生活 有半年的時間 這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從來沒去過教會 當我爸爸在大陸教會 全教會的人 抹手歡迎他 然後聚會完 我們拍我們人生第一張的全家福 各位 我人生第一張的全家福 就是 我爸爸第一次回教會的時候 你這張給我唯一一個 唯一的全家福 這一張是第一張 也都是最後的一張 參與局 問你歸美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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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